由于香菇经过前处理后含有大量水分 为了使香菇能更好地浸渍 可将香菇倒入甩干机中 甩两分钟左右 使香菇脱水 脱水后的香菇就能浸渍了 为了增加食用菌脆片的口感和味道 在浸泡食用菌前还要添加牛肉香精料 牛肉香精料和浸漬液的比例为1比30左右 在浸漬液中倒入牛肉香精料后 用漏瓢来回搅动 使牛肉香精料充分溶解 带牛肉香精料和浸漬液融合后 将食用菌倒入 然后再用漏瓢来回搅动 使食用菌均匀散开 充分浸泡 浸泡原料的时间根据气温的不同也有所变化 在冬天需要浸泡原料96个小时左右 在夏天温度较高的时候 浸泡4-5个小时即可 春秋季节浸泡36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当原料浸泡到一定时间后 可再用糖度折光仪对浸漬溶液的糖度进行检测 如果检测出的糖度为18度左右 则说明浸泡液中的糖分已充分被原料吸收 浸泡的工序就可以结束了 浸泡好的原料通过物料传递口 传递到真空油浴脱水间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真空低温油浴脱水基组 浸泡好的原料将在这些基组里进行真空低温油浴和脱水 真空低温油浴脱水技术 是将油炸和脱水作用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真空系统相对于大气压而言 是处于负压状态 在这种相对缺氧的条件下进行食品加工 可以减轻甚至避免氧化作用所带来的危害 首先工作人员需要将灌门打开 将油浴脱水罐内的不锈钢护栏拆掉两根 然后将料笼送入油浴脱水罐内 再将两根护栏装好 最后关好门 上述过程完成后就可以开始油浴了 油浴时真空度应控制在0.095兆帕 油温必须控制在100摄氏度以下 油炸时间根据原料的不同而不同 水果类例如苹果等 低温油炸时间25分钟即可 蔬菜类例如胡萝卜 低温油炸时间控制在40至50分钟 食用菌类例如香菇 低温油炸30分钟就可以了 低温油炸完后 在操作台上触摸打开拖油开关 使油浴脱水罐中的原料真空拖油 拖油转速应控制在100至300转每分 拖油时间一般控制在6分钟左右即可 最后取出料笼 再通过物料传递口将经过油浴脱水处理后的翠片 传送到下一个工作间 工作人员从物料传递口接过处理完的翠片料笼后 将加工好的翠片倒在不锈钢操作台上 使其自然冷却 然后将合格的果蔬翠片挑剪出来 装入食品专用卫生袋中 果蔬翠片的抽样检测必不可少 需要从批中随机抽取0.02%的样品 每批抽样量不少于1.0千克 我们先来看一下果蔬翠片的感官检测 首先是看色泽 各种水果蔬菜食用菌类翠片 应具有与其原料相应的色泽 口感上应具有该产品特有的滋味 芝香 清香纯正 口感酥脆 同一品种的产品厚度基本均匀 并且基本没有碎屑 果蔬翠片 理化检测的内容比较丰富 我们就不在这里一一介绍了 总的来说 果蔬翠片水分含量不得超过5.0% 每克样品中细菌总数指标不得超过1000 每100克样品里所含的大肠菌群 最近4或最可能数不得超过30 最重要的是不得检出致病菌 如致鹤氏菌 葡萄球菌等 另外还有过氧化质 钳 钳等等的检测 最后 通过各项检测后的果蔬翠片 就可以进行包装了 北方果蔬翠片加工产业 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 符合国家当前十分重视的三农政策 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化 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充分发挥低成本运作 实现出口创汇 有着果蔬加工制品在国际市场竞争的优势 更重要的是 果蔬翠片适应国外消费者 对食品安全 食品卫生 食品健康的要求